成熟 我们第一节再唱一次 为我定律神主 有生命最永留 十三一生在我里面留 父神乃是源头 足其独乃是何 明知留如此生命给我 有我后悔这生命也留 我宁患生命不再保留 同族家宣证生命也留 愿你来世我生命尊重 一二节 在仙城草地上 在河岸鞋水边 沿着群一角总相守住 不用勉强挣扎 不难只好不知 在流离我求全大同复 我后悔这生命也留 我宁患生命不再保留 同族家宣证生命也留 我宁患生不再保留 愿你来世我生命尊重 一三节 结词我战争 折彻挣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的魂 生命不再保留 公主教顺着生命滴流 愿你来使我生命成熟 调查一下有丢姊妹第一次上这首诗歌了有没有 哇 还蛮多第一诗啊 上这首诗歌 感谢主 这首诗歌分成三节 第一节就是很重要的点 是讲到从神的角度 讲到有一个生命的流 特别知道 我们今天讲到三一神 他讲到三一神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看里面关键的词 里面说 父神乃是什么 源头 主基督是和 然后灵是流 分是生命给我 所以在第一节就提到说 这生命的水流里面呢 怎么流到我们这里来呢 有父神做源头 指约书做这个什么 做这个和 然后灵就流 流到我们里面 好 那第二节呢 就讲到我们自己原来的生活 跟现在的生活的区别 在第二节提到 我们是什么 要挣扎 要勉强 有没有 还要做很多的事情 来啊 让我们的生命 得着一些的满足 或是在很多的世上 得着一些的 我们觉得安身立命 但是呢 你看前面 是在什么 鲜嫩的草地上 在可安歇的水边 跟羊群的角中 来享受主 一个是得救以前的生活 一个是得救之后的生活 感谢主 那我们为什么 会有这样的一个变化呢 就是在第三节说到 因为我们借着主耶稣的邪 我们已经能够来到 世上所 坦然的来到神面前 然后呢 就什么 连于这个源头 本来我们与这个源头是断掉的 我们去找另外的源头 另外的这个水 去绝不同的井 但是呢 主把我们再找回来 连于真正的源头 感谢主 所以这首诗歌啊 大概这三段 有这三段的意义 一方面介绍 我们所享受的源头是什么 第二段呢 讲到我们之前 跟之后 这个生活的差别 第三个就提到说 我们怎么来 就借着写 就可以坦然的来 感谢主 阿们 那我们是不是再唱一遍 这样可能会进到 更进入歌词里面的感觉 好不好 阿们 唱歌 祝我保佩着我生命滴流 我的魂生命不再保留 祝祝佳生救生命滴流 愿你来寻我生命伸手 在仙人潮堤上 在河岸写水边 跟羊群一跳统相守住 不用勉强挣扎 忽然只堂不斥 在琉璃我旧全然奉扶 祝我保佩着我生命滴流 我的魂生命不再保留 保佩着我生命滴流 愿你来寻我生命承受 借着些我坦然 听前道指声说 我在他面前念与缘统 阿里路亚他说 阿里路亚他说 且不可离开我 当主我以后一直交流 祝我保佩着我生命滴流 我的魂生命不再保留 救出家生的生命滴流 愿你来寻我生命送手 最后讲到副歌 副歌就是对前面这个三节的回应 当我们知道认识 赴这个生命的源头 我们要享受这个生命的流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还会回到第二节里面 想要做一些事情 就是魂生命会在哪里 发动觉得我们一定要做什么才好 或是说我们对基督的生命 有一种认定 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 那些都是心之中一种为善的律 那这也提到说我们的魂生命呢 不要再保留 要加深生命的流 感谢主 让生命的流一直流动在我们里面 我们就生命会成熟 就是对前面三节的一个回应跟祷告 感谢主 那接着呢 我们就进到今天这个信息里面 今天的信息呢 我可能会用疑问一答 就是中间会有很多的 尽量多一些互动 让兄姊妹能够多一点的参与感 感谢主 那我们来读这个第四课 这里面所提到的这个主题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主题是什么呢 三一神的启示与行动 好 那里面呢 有三个重要的词 第一个就是三一神 我们今天要讲的最主要的题目 那第二个重要的词就是叫做启示 好 那第三个就是行动 好 这是三个很重要的词 三一神 启示跟行动 好 那我们就来回顾一下 就是说啊 在人类的历史里面啊 很特别神 就是所有的万物里面啊 只有人会来寻找神 然后呢 因着要寻找神 就呢 有许许多多的事情在那里发生的 感谢主 那很多 所以说从人的历史来看 我就去大概查了一下 我们以前有读过外国史 这个 你知道吗 这个人的历史啊 我那时候在读的时候就发现 诶 我们一直觉得中华文化五千年 远远流长 觉得很伟大 但是呢 在读到这个西亚历史的时候 发现 诶 怎么还有一个不达米亚的文明 是六千年 比我们多了一千年 那时候我觉得很不服气啊 应该是中华文化是最好的 怎么会有比我们更早的啊 唉 后来读了 慢慢读了圣经才知道说 哦 原来这个啊 神造人的时候呢 就是在西亚 伊甸园的那个地方在那边 那旧约四千年 加新约两千年 总共是什么 六千年 那有时候我们觉得说 人类历史可能更久 但是呢 很多是属于什么 传说的时代 并不是真正的 不是真正的 有人的那个历史 那我们再回顾来看一下 这个中华文化的历史 我们常说什么姚舜啊 这个大禹啊 夏商周江一直下来 事实上从他们下来 顶多也就是五千年的历史 那这个五千年 或是六千年的历史里面 我稍微再去看了一下 当时那些人哦 最早期 他们对神的敬拜 是啊 因为那时候他们觉得天是可畏的 为什么 天它有时候会有风云 它有闪电 它有很多的状况 这些就影响到什么 人的生活 所以呢 以前说是靠天吃饭的 没错啊 真的是靠天吃饭的 所以呢 那时候的人就一个 对天的一种的敬畏 很感觉 所以原始上 当时都是拜天的为主 但是呢 人类的历史啊 就慢慢的 就继续发展之后 我就看到 那个在西亚那里 六千年的时候 之后呢 他们就 欸 天就是一个比较广泛的 然后呢 天里面会打雷 他把雷就 也是神 会下雨 也是神 然后什么也是神 所以呢 就从那里就 从 最天的敬畏呢 就产生了一种多神的文化 对不对啊 那我们来看到 我们这个 呃 中国这里了 最早的时候 也是以天为看 我们来看这个字啊 神这个字很特别 左边 我们叫做四字旁 我们常在介绍的时候 叫神字旁 对不对 神字旁 这个字呢 就是一个表示的是 那 右边呢 是一个身 一个身 这个身呢 如果你去查甲骨文 最早的时候 这个身呢 它是一个闪电的形状 事实上 这个身就同神 所以呢 四字旁 跟这个身 跟闪电 事实上是连结在一起的 也就是原古的时候 他看到 天有闪电的时候 就觉得这是可敬畏的 有一个大能者 在那里管理了天地宇宙 他的名字就叫做神 好 那我们再来 再来看这个里面的字 中文造成很特别 这个四字旁 它中间的一横 上面还有四字旁 一横 然后比较长的 后面有三杠 对不对 那早期是这样 上面一横 然后中间一个 上面呢 中间的这个就是天 然后底下的三横就是日月星 好 当时可以看到这个日月星 坐在天上 掌管日月星的那个就是神 这个字的由来是这样 所以呢 人对于神的追求 是从天里面产生的敬畏 从此以后 人就里面有一种追求神的一种感觉 感谢主 好 然后人就从理性里面 就开始去推论 刚提到天何等的可畏 万物何等的可畏 慢慢的发展就是说 自然天界里面 这个也是神 那个也是神 从对天的敬畏 变成一种多神的一种的敬拜 大概是这样 这是由人的理性跟推论里面所产生出来的 好 那我们来看下我们的信仰 到底跟这个有什么不同 感谢主 我们的信仰是根据圣经 圣经是神的话 圣经就是神的呼出 所以呢 我们对于神的认识啊 不去根据我们的逻辑跟理性 或是我们对天地的观察而来的 这是一般的信仰是不一样的 我们对神的认识是完全根据什么 圣经 因为圣经呢 不管是旧约跟新约 都是神的呼出 是神的说话 那这个说话呢 当这个话语被解开的时候 我们就说 就启示 什么 当我们看不见神的时候 我们就像是一个帽子被遮住脸嘛 看不到他的全貌 当这个帽子 或是这个话被解开的时候 就揭开帽子 我们就什么 看见 透过启示就认识神了 所以呢 首先我们要看这第一大点 我们对神的认识啊 不是根据外面的理性推论 不是根据人的想法 乃是根据什么 圣经的启示 我们这句话 我们彼此对说一下好不好 好 感谢主 找个同伴说一下 我们对神的认识要根据什么 不是根据什么 是根据什么 阿们 对 我们对神的认识不是根据我们的推论 理性的推论 乃是根据圣经的启示 好 这个很重点哦 好 所以人家以后问我们的时候 你对神的认识是什么 我们不是根据我们的推理 我们的推论 理性的推论 乃是根据圣经的启示 然后人家问你 那圣经到底启示什么 所以我们就来看第一大点 我们再读一下 圣经纯正的话语 所启示的三一神 所以在圣经里面呢 在旧约跟新约里面 就讲到这位神 那他说是三一神 那我们首先来看 第一终点 我们来看到 这位神是什么 是独一的 那里面就引到了四处圣经 有两处旧约 一次新约 我们看两个旧约 诗篇一起来读 因你为大 行奇妙的事 唯独你是神 那only 唯独你是神 就是只有一位神的意思 好 那我们看 以赛亚四十五章五节 我是耶和华 再没有别神 除了我以外 没有神 所以这里也是一个 很绝对的话 因为当时有很多 多神的文化 但是圣经里面明讲 耶和华 除他以外 再没有神 只有一位神 再来我们看到新约 林前八章四节 关于是既偶像之物 我们晓得偶像 在世上算出了什么 也晓得神只有一位 再没有别的神 好这里就更明确的提到 神什么 只有一位 再没有别的神 所以以后 人家问你说 圣经哪里说 神只有一位 这三处经节 你就要记起来 诗篇 怎么样 除他以外 唯独你是神 然后呢 在以赛亚书说 再没有别的神 主耶和华 再没有别的神 然后在新约呢 提到说 神什么 只有一位 再没有别的神 好 从这三处圣经所启示的 神是独一的神 好 那我们来看说 他这位独一的神呢 从圣经的次序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个第二点 我们一起读 却又有父子 林三方面的讲究 感谢主 在圣经里面 第一卷圣经就是创世记 创世记呢 一章一节说 起初神 创造诸天与地 那 那个神 他当然是一个单数的名称 然后他的 发音叫做 Elohim 就是以罗星 以罗星呢 他有一个特别的意义 就按照 应该是希伯来文 当时也就会是希伯来文 以罗星就是 第一个他是信实的 第二个呢 他是大能的 阿们 为什么是大能呢 因为他创造诸天与地 他没有这样的能力 他没有办法 有这么多的创造 对不对 照天照地 他是大能的 然后第二个呢 他是信实的 信实的也就是说 很多时候 我们也就是承诺 可能现在还算数 我们这个 写契约啊 都有一个有效期 对不对 但是神啊 对我们的约啊 是一直到永远了 他是信实的 他不会 现在来推翻他以前所说的话 天地都要废去啊 走在我们 像我们所说的话 一点一话都不会过去啊 所以他是信实的 他是大能者 所以第一个我们记得 神 第一个名字叫做什么 以罗星 然后他的意思叫 信实的大能者 就是在创世纪一章 到了二章呢 一章二十六节啊 就发生了一件事 当神创造天地以后 他就把人造出来了 创造人以后呢 我们进到这个二章 神除了造了这些万物以外 造了天地以外 他也造了人 神就与人啊 有一个很亲密的互动 感谢主 因为说 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 我们来读这一章 神说我们要按着我们的形象 造着我们的样式造人 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 空中的鸟 地上的牲畜 而全地 并地上所达的一切法物 这里神就在里有一个会议 他说 神说我们要按着我们的形象 造着我们的样式造人 为什么神跟人有一个亲密的互动呢 因为呢 他造人的时候是造了他的形象 按着他的样式 什么叫做形象呢 形象image 就是这个 我们里面的所是 里面的所是 我们所想的 事实上是像神的 所以我们会有爱 会有喜欢光 我们需要圣别的 我们要公平 爱光圣意 这个就是神的属性 已经造在我们里面了 我们里面有这种的所是 爱光圣意 先不讲说我们到底 做得出来做不出来 但至少我们里面的所是 是倾向这个的 我们都需要被爱 也爱人 我们需要光 我们喜欢光 不喜欢黑暗 然后我们喜欢圣别的 我们不喜欢不圣的东西 不洁的 我们喜欢公平 意就是公平 对神 对人都是正确的 就是公平 这个是爱光圣意 内里的属性 是像神的 好 再来就是样式 样式就是likeness 外面所看到的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这个长的样子 事实上是像神的 所以常常想说有一个人 如果他某一个表现得很好 哇 看起来就很神气 因为他发挥出来了 就是感觉是很神气 有神的气 在他这个彰显出来 很神气 感谢主 所以呢 当第二章 又有一个名字出现了 叫做耶和华 本来这一章只有彼合星 到了二章 多了一个名字叫耶和华 耶和华这个名字很特别 当时在写西伯来书的时候 他没有字母 他只有 他是发不出音来的 大家可以记忆一下 叫YHWH 他只有这四个字 字 只有什么 子音 有子音没母音 YHWH 这四个 那后来呢 为了要发音 就把那个母音 再把它拼进去 就Y-E-H-O-W-A-H 就 耶和华 因为他原来是Y 他发音嘛 但是在英文以后 变成耶和华 就是耶和华 那这个耶和华 这个名字呢 跟刚刚说的以罗星有什么不一样呢 这个摩西就遇到问题了 因为那个 当摩西被神呼召 要叫他去跟埃及人的法老说 要请这个埃及法老 那以色列人出埃及 然后摩西就问这位神说 那如果他们问我是谁 是哪位神叫我这样说 我要怎么介绍你呢 他说 我是耶和华 然后后面就讲了 他解释这个耶和华是什么意思 就是那席事 今世 以后永世 是那席在 今在 以后永在的 所以呢 这位神已经从信实的大能者进化成 席事 今世 以后永世 其在 今在 以后永在 我们对说一下 耶和华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 阿们 感谢主 这个听起来是好像很简单 事实上不容易 比方说我们现在看一下 汉朝 汉朝 以前是嘛 对不对 后来现在已经不是了 也不在了 很多人 人事物呢 当时会存在 他也是 但是呢 经过了一段时间 时间 他就不在了 他也不是了 但是这位神 他是 其是今世 以后永世 其在 今在 以后永在 很特别的喔 这是他的名字 他的自我介绍 好 那我们看到 创世纪1章26节 这里呢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事喔 他说神说 这里的神说啊 还是用单数的词 但是呢 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 很特别 神说是单数的 但是为什么又叫我们 我们又是负数的 在这里 很多 古时候他们在读经的时候 读在这里就觉得 有点混乱了 神到底是一位还是负数的 所以他就会有开始混淆了 这也是啊 我们要交通的部分 好 那你看喔 以赛亚书6章8节也说 我又听见主的声音 说我可以抬遣谁呢 这是单数的 对不对 然后呢 谁肯为我们去呢 诶 怎么又出现负数了 一下单数一些负数喔 好 那我们看第三处 创世纪3章22节 我们一起来读喔 耶和华神说 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 知道善恶 在恐怕他身手 又摘生命处的果子吃 就永远活着 那人与我们相似 然后呢 与我们喔 所以他又讲是我们 然后在创世纪11章1节 来吧 我们下去 神要下去 再来 在新约喔 约翰福音14章23节 我们一起读耶稣回答说 人若爱我 就必遵守我的话 我父也必爱他 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 同他安排住处 这里提到 很具体的提到耶稣还有父 对不对 当然已经把另外一个人位 引出来 神以外 你看有耶稣 还有这个父神 对不对 所以这里就讲我父 然后呢 我们要到他们那里去 那里面那个复数的概念就出来了 所以这里就提到说 为什么 这位独一的神呢 又生我 又是我们 这里就很特别了 好 那我们就来看 这一个后面的一个补充的部分 再翻到最后一页 神如何是善意的 阿们 有没有看到一个号 很大字 简报字写的稍微小一点 好 当这个人要来认识神的时候 借着读圣经 然后呢 从这个 西伯来文 翻成希腊文 当时的状况是这样 然后呢 到罗马帝国的时代 他又被翻成拉丁文 到了这个 改教之后 又被翻成英文 然后传到中国以后 就有中文 这个地方在我们来看 这四个里面有什么不同 我们来看一下 在希腊文里面 原来这个 那个 希腊文是 OUSEA OUSEA 应该是这样翻译吗 它的 里面就是物质本质 大概是那个意思 物质本质 那个意思 然后呢 就是后面这个有个意思 就是 hypostasis 什么 hypostasis 不好念 它也是一个本质的意思 好 那到了这个 拉丁文的时候呢 就是 变成叫做 Essentia Essentia 变成这个名字 也是一种 也是一种 存在 的一个意思 然后呢 右边就是 又另外一个词 左边的 这个意思是指到 这个 神的 这个叫做 本质的部分 只有1 的意思 本质是只有1 它是 OUSEA Essentia 或是 英文的时候是什么 Essence 这个是 这个部分 是它的本质 它的存在 它就是1 左边就是指的是1的1部分 然后右边呢 来解释它的 多面 多面 然后 它多面的部分呢 一个叫做 hypostasis 这个是最早的部分 在希拉文这样讲 到了这个拉丁文呢 它叫 Personne 那 Diong有提到说 Personne 就很像是一个 它讲到说 如果我去翻 翻译它说 是一种人设 或是一种面具 面具 戴的面具 就像一个人 他戴了 第一个面具 表示它是一种的 样子 然后呢 他再戴第二个面具 就变成第二个 事实上这个人是只有一个 但是他如果戴了三种 不同的面具 他就 表示出三种的身份 他有点意思就是 把那个表达出来 然后呢 Diong也提到 就像很像 那个国具在演 同一个演员 他在上面的时候 可以演五身 有时候他的脸是画成花脸 有时候是白脸 有时候另外一种脸 跟他脸上所画的 他就在半点不同的对象 但是他就是 同一个人 这样的意思 大家听得懂吗 好 然后呢 到了英文的时候 他说这个圣经的翻译 就把它翻成person 这时候就产生 比较大的问题了 因为person呢 在我们来看 是一个叫做人位 就是一个人 所以你看 他essence是一 本质是一 但是呢 person 他讲到父子灵 把它翻成三个person 就感觉他好像有三个人位 所以当时在整个 改教之后 就有一些的混乱 到底是三位神 还是一位神 还是 什么什么 三位一体神 所以就有这个神论在那里 很多的解释了 然后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里就一个很特别的问题 就是说 我们从人的语言 是比较很难去把这个三一 就是三一神 能够解释得清楚 很难解释得清楚 所以从那个发展里面 好像越讲越融合 到了传进中国的时候呢 我们把左边的这个英文 希腊文 或是什么 羅马 拉丁文 把它分成体 体 然后右边呢 就把那英文字 方成位 人位的位 所以呢 就有什么 三位一体论 三位一体论 那就是在神学里面所提到的 这个 Trinity T-R-I-N-I-T-Y Trinity 我们很多国教 很多这个外面的学校 什么三一学院 就用Trinity用这个字 那我们呢 就会发现在中文 它翻译三位一体的时候 就会觉得 三位就是三个嘛 你有几位啊 我有两位 你有几位啊三位 三位就是三个啊 就会觉得 三位神 所以中文这样翻的话 就会让人觉得 父神 子神 灵神 是三位神 会造成混淆 所以在主的恢复里面呢 就不用这样的翻译 就把它翻译 直翻叫做三 一神 这样知道吗 我们不叫三位一体神 就叫三一神 Triang God 借着这个称呼呢 我们就来知道一下 到底这个三一神 包含哪三个部分 好我们来看一下 第三个 第二 第二 第二终点的第二小点 进入三一神灵 这很明确就提到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将他们进入父子圣灵的名 这里很明确的提到父子跟灵 对不对 这三位 就刚说到那三个人位 感谢主 然后呢 名是单数的 好 互相内在 就是灵 父子灵是什么 同时共存的 那有人呢 就因为 在整个对圣经的翻译 因为对神的理解 追求里面 因为我们刚提到 从文字里面 好像有时候 有没有清楚到底 到底在讲什么 所以就有人用比喻来提 就好像这个三一神 我们可以用个比喻来看 最好像这个水 它是水 当这个温度升高的时候 它会变成蒸汽 当它这个温度变低的时候 它就变成什么 变成冰 对不对 它的本质是水 但是它有时候显现出来是水 有时候显现出来是蒸汽 有时候显现出来是冰 这个呢有点对有点不对 因为什么 它这三种状态 没有什么 同时存在 虽然本质是一 但是三个状态 有没有同时存在 没有 所以这样是错的 用这样来解释是错的 那有人就有提到说 这个 好像 这个神就好像日头一样 这个日头会发光 发光 那这个日头就是神 发出来的光就是主耶稣就是指 然后呢我们所接受到的 那个就感觉会热 我们到热头里面晒一下就会热 好像他们是同时存在 当你看到日头 你会看见光 你也感觉热 就是日 光 跟热能 好像 好像也对 但是它有一个问题是说 这三个呢 它是 通常是同时存在 但是它没有经过一个过程 没有一个 从 一种过程 进到一个过程的部分 所以我们常想说神是什么 经过过程的神 父 成为子 子 成为灵 这中间是有过程的 它是把那个 从此存在解释得很好 但是那个过程它没有提到 所以这个也是错的 好 那有另外一个解释 是喔 这个叫做根 金果 它说父就是根 扎在地上 然后呢 透过金长出来 在地上你看不到 所以从来没有能看见神 唯有在父怀里的独身子 将它显现出来 长出来就是一个树的金 我们看到金就知道 原来这里有一根 然后长出来就是什么 果子 对不对 这样看听起来好像也很合理 但是也是错的 为什么呢 因为根 金跟果 都只是代表这一个树的一部分而已 不是代表它的全部 了解吗 因为父子灵是不能被分开的 它不是局部的 它是全部的 所以呢 不管是从 冰啊水啊气啊 日啊光啊 那人啊 或是根金果啊 这些都不能解释善一神 所以从大自然好像也不太容易 但是呢 我们从圣经里面 它就讲到一个 刚刚我们唱的诗歌啊 叫做 约翰福音里面的圆泉川 这里面就可以解释了 富士源头 它是隐藏在地里面的 对不对 然后呢 它经过这个水 斐尘经过过程 流出水面 我们看到它了 这个水还是一样的水 从源头里面流出来 但是它经过的过程 进到的水 进到这个地上了 然后呢 我们就看到这个泉冒出来了 这是指 然后呢 这个泉呢 它就流出来 广集地面 叫做川 河川 圆泉川 感谢主 它呢 本质就是水 然后呢 它也经过了过程 有在 源头里的 有冒出来的泉水 有流经的过程 圆泉川 这个部分呢 比较多 我们是用来解释 三一神 它是一 然后又是三的这个部分 我们比较多 比较多用这个来解释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里面所提到的 约翰 这个十四章 十节 跟二十六 所以我们刚刚有解释到 它是从永远到永远 然后呢 同时共存 这个我们要知道 它是同时共存 不是说 旧约 有人就说 旧约就是讲神 到了新约呢 这个神已经变成耶稣了 然后新约的书信之后呢 耶稣已经变成灵了 所以它把它三个切断了 旧约就是神 新约的四福音书就是耶稣 四福音书之后 死而复活了 就灵了 所以它中间 怎么讲 父子灵友 但是怎么样 它没有同时共存 它把它切断了 对不对 所以这也是不对的 所以呢 神是同时共存的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互相内在是什么意思 约翰十四章十六 十到二十六节 我们一起读 我在我父里面 父在我里面 你看哦 两个已经彼此互助了 只在父里面 这是主耶稣说的 主在父里面 父也在我里面 你们不信吗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 不是我从自己说的 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 做他自己的事 但保慧师就是父 在我名里所要拆来的圣灵 他要将这一切的事教导你们 并且要叫你们想起 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 所以当主在这里提到的时候 他跟父是彼此内住的 然后还要在内住过程中 在拆派另外一位保慧师 就是要拆来的圣灵 所以这里我们也看到 有父 有子 有圣灵 而且他们是什么 互相内住 互相分离的 感谢主 所以我们把这个第三 第三这个终点 我们彼此说一下好不好 这句话说一说 阿们 感谢主 阿们 阿们 同时共存 就是他各自本身有分别 但是他是同时存在 可以出现的 互相内在呢 这表示他们三一神是调合在一起的 子在父里面 父在子里面 所以圣经常提到说 我 我 我重父来 我重父那里来 那个 我那个重 不是说 我重父那里来 然后父就留在那里 我就到你那里去 然后我从基隆来 到台北 我就离开基隆来到台北 但是圣经里面那个重 是有带同的意思 我从父那里来 我是把父也一起带来 所以 当主耶稣从父那里来 他里面也包含了父 这样清楚吗 所以他是 互相内住 互相分离 所以当主来的时候 父也来了 灵也来了 感谢主 这个是很特别的 那我们看第四点 父子灵三者之一 好 这个就是越来越深了 不过他 照之一我们容易就看到 以赛亚书九章六节 我一起读 因有一鹰孩为我而生 有一子赐给我们 正全必沾在他的肩头上 他的名称为奇妙的侧氏 全能的神 永远的父和名的君 这里有一个重点 就是这个鹰孩 因为在以赛亚书 这里是在预言主耶稣的出生 这个鹰孩就是指的主耶稣 然后他的名字呢 称为全能的神 永远的父 这是婴孩 然后他又是父 所以这个经节里面就讲到 指就是父 因为圣经里名言讲 指就是父 好 然后呢 在约翰十章三十节 好 我与父 缘是一 所以呢 这里主自己在新约也提到 不管旧约这样提 新约主也自己说 我与父 缘是一 所以什么 指就是父 好 这个是这样子 这是要大家记得 再来我们看一下 灵前十五章四十五节 末后的亚当 成了赤生命的灵 末后的亚当 是指的主耶稣 前文是这个 首先的亚当 成了活的魂 末后的亚当 成了赤生命的灵 所以主呢 就成了赤生命的灵 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 指就是灵 刚提到指就是父嘛 现在讲 指就是灵 好 灵后三章十七节 更明文讲说 而且什么 主就是那灵 主的灵在哪里 哪里就有自留 好 我们现在看 父在这里 指 如果这是 上面是父 左边是指 好 对不对 然后这边是灵 父子 子就是灵 现在就牵插这一段 子是父 子是灵 然后现在换这一段 灵跟 灵跟父中间 到底有没有关系 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 看一下 的经节在哪里 子就是父子 就是那灵 阿们 好 我看一下 好 第三 这在约翰 这里好像没列出来 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 我补上去 他这里没有提到 他说 神是灵 敬拜他的 要在灵跟真实里敬拜 所以你看 神也是灵 所以指是灵 指就是父 神也是灵 所以三一神的父子灵 这三个 就是一 有些主 从圣经里面 旧约跟新约里面 就来看到 好 那你看 我们现在读了这么多 好像 到底全不清楚 从 人类的语言 你看有这个 希腊文 拉丁文 英文 中文 好像都没有办法 很具体的解释 然后呢 从自然现象 刚所提到 一些的比喻 看起来只有圆全川 比较容易 让我们能够理解 这个三一神 它是一个本质 都是水的这个本质 然后呢 它是源头 它是显出来的流 这个泉 泉 这个冒出来的水泉 然后再流出来 灵集我们这个川 圆 泉 川 这个部分 我们比较能够理解 那其他呢 好像都讲到一部分 但是还有一部分的缺憾 缺憾 有几个缺憾就是 第一个 它这个 有些是没有办法同时存在的 这个就是错的 第二个呢 它没有经过的过程 也是错的 所以我要从这几个标准来看 好 那 这个就是 第一 我们刚所提到的是 三一神 它 是一位神 独一的神 它有三个部分的 这个叫做 讲究 或是说身份 那丁就提到一个解释 他说 有一个 有一个男人 他 在家里的身份 是妻子的丈夫 然后他的工作呢 是一个医生 所以 当他到了这个医院里面呢 他就是医生 就是一个医生的角色在工作 然后当他晚上回到家的时候 他是孩子的爸爸 所以这个人呢 只有一个人 他有没有被分开 没有 他没有 他同样是一个人 但是呢 他同时又是妻子的丈夫 他是病人的医生 他是儿子的爸爸 他就有这三种的身份 所以呢 我这个神很特别 为什么他要 是一位神有三种的身份呢 就是我们第二点 应该说第二大点 我们要去讲到 是为了要将他自己分次给我们 做到我们里面 给我们享受 做我们的生命 因为呢神知道 我们各方面的需要都有 所以他就觉得 有时候是父 有时候是子 有时候是灵 他是都在一起的 但是我们对他的享受 是根据我们的需要 我们有时候真的是很 没有依靠 觉得很孤单 他就是我们的父 来安慰我们 那有时候我们觉得 很伤心 或是有些这个亲子的 可能在情感上受伤 或怎么样 主就是我们 我们以前读书的时候 主就是我们最好的男女朋友 他们感谢主 可以跟他倾诉 讲到里面的心里话 对不对 很多心里话 没有办法跟这个父母讲 但是可以跟我们 叫闺蜜是不是 好朋友 知心的好朋友讲 主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对象 那有时候我们觉得是 软弱没有力量 那蜡灵就里面自论我们 觉得很干渴 所以你看父子灵 他一位神 有三方面的讲究 是要应付我们一切的需要 我们有任何的需要 他是要应付并供应我们 所以呢第二大典 前面是讲到How 他为什么 他如何是三一神 然后呢 我们在第二大典 就在提到Why 他为什么是三一神 他有这样的目的 神是三一神的原因 教将自己分赐给我们 做到我们里面 给我们享受 做我们的生命和一切 这是很重要的 好 那我们来看第一重点 一起来读 三一神在信徒里面 刚提到三一神有父子灵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父跟子跟灵 怎么在信徒里面 第一巨经节 在以福所四章六节 一位众人的神与父 就是那超越众人 灌彻众人 原在众人之内 阿们 三一神与 这个这位神啊 跟我们的关系很特别 你看后面就讲到 众人众人众人 这个超越众人就是父 灌彻众人就是子 然后在众人之内就是灵 所以他 这位神与父 他借着是父 是子 是灵 他就超越众人 灌彻众人 也在众人之内 就是给我们的享受 在哥罗西一章二十七节 神愿意叫他们知道 这奥秘的荣耀在外邦人中 与你们同住 且要在你们里面 这个实际的灵也在我们里面 所以这就提到 父在我们里面 对不对 然后这个子 基督在我们里面 然后那灵也在我们里面 所以三一神在哪里 在我们里面 所以你们简单互说一下 有拿三处的经节 讲到三一神在我们里面 阿们 彼此对说一下 阿们 所以我们把这三个经节 把他记起来 就是有三处经节讲到 父在我们里面 子基督在我们里面 然后什么 那灵也在我们里面 阿们 好 那第二终点就提到 父子灵 虽然 这三位 但是他不是三位神 乃是一位神 来给我们享受 并得着的三方面 好 这一个经节是很重要 我们一起来读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 神的爱 圣灵的交通 与你们众人同在 这个我们常常在写书信 或是弟兄姊妹彼此问他的时候 就讲到 主耶稣基督的恩 神的爱 圣灵的交通 与你们众人同在 这个是三个是同时都发生的 但是他有一个强调的重点 也就是说因为 这 这位神的三方面 他有不同的应付我们的需要 常常我们讲到说 我们需要恩典 主耶稣就是做我们的恩典 那我们缺少爱 就是要父的爱 神的爱 那我们圣灵就是交通 所以我们能够连结在一起 所以他 三一神的三个部分 都有各其 他的要供应我们的那一部分 为着我们能够更多的享受他 好 那我们怎么享受他呢 第三点说 唯有敞开的契民 阿们 我们都知道我们都得救了 因为神造我们是一个器皿 我们是那猛年里早预备 要得荣耀的器皿 然后呢 我们还要把这个三一神这个宝贝 装在瓦器里 所以要把神装进来 显明这超越的能力是属于神 不是属于我们 感谢主 所以这个神呢 他是要借着敞开的器皿 我们就能接受三一神的分次 好 那我们就来看后面 这里就提到我们怎么样 享受他的一些的方法 事实上就是我们讲说的 口开心开灵救开 口开就是呼求他 心开就是爱他 然后呢 灵开就是信他 阿们 感谢主 好我们就来操练一下 口开心开灵救开 口开就是呼求主 是第一课嘛 第一课就是呼求主 我们一起来呼求主 哦 主耶稣 哦 主耶稣 哦 主耶稣 我带着大家一起祷告好了 我们来享受主 哦 主耶稣 哦 主耶稣 感谢你 你是独一的神 你是独一的神 却有三方面的讲究 为将神一切的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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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主 阿们 这就是啊 神啊 要我们享受祂的目的 祂成为三一神 就好像有一个这个妈妈 她研究了很多的这个食谱 做出了很多的这个美食佳肴 她最重要的还不是那个佳肴做出来是 嗯 好不好看啊 主要是说 这个孩子啊 有没有好好的吃下去 那是最重要的 不然摆了一桌菜 都没有人吃 呵呵 那也是很可惜 对不对 所以神呢 他经过过程 他这位三一神 经过过程 成了这个父子 灵 最重要的是要给我们享受 所以这一桌的好菜呢 神他都已经做好了 所以我们现在所需要的就是 享受他的分次 感谢主 阿们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说 这里面有一个更深入的一个提到说 神在数值上是一嘛 对不对 我们刚刚那个语言来看 左边那个本质啊 数值啊 本体啊 都是一嘛 这是一位神 然后呢 这个是为着他的存在 就是神存在他就是一个 我们看到他的存在就是一个 但是呢 当他要行动 我们刚刚就叫 三一神的启示与行动吗 当他要行动的时候呢 他必须要是三一神 在数值上他是独一的神 但是他在行动上 他不仅 他在行动上 他就在 他需要成为三一神 好我们来看看这一段 怎么来提 那这个就是在跟金伦有关 金伦上 一个是数值上的一 是为着他的存在 金伦上他是三一的 是为着他的行动 当然这个金伦这个是 常常我们在主的恢复里面 常常看到神的金伦 然后呢 后面就与分次 金伦跟分次啊 是脱不了关系的 这个金伦 如果照中国字来看 就是满腹金伦 就是你很多的 plan 你是很多的计划 你很多的这个规划计划 这个叫做金伦 但这个金伦一定有一个目的嘛 所以你有很多的计划 到底到最后来问你 最后的目标是什么 好像不知道目标是什么 那个金伦就是不ok了 对不对 所以神有很多的计划 满腹的计划 满腹的金伦 他有一个目的 是为了分次 他的目的就是分次 那金伦这个字呢 我们如果去读圣经啊 那个应该在一个 有个注解提到 这个金伦在希腊文叫做 oikonomia oikonomia 就是神的 就是家庭的管理 administration 家庭的管理 家庭行政的安排 就像一个妈妈 她把家里管得很好 她里面有知有趣的 什么东西 该放哪里 什么东西 该就定位 什么时候 要做什么事情 这个妈妈她很懂 她做的时候 同在是一回事 她的表情很难看 对不对 你也是会觉得很不好 对不对 那有些表情呢 很好 你看起来就很平安 很喜乐 也就是说这个圣灵的感觉 所以有父 有子 有灵 所以当我们来面对主耶稣的时候 你到底里面是觉得很不平安 还是觉得很喜乐 那个就是我们跟这个主的这个经历 经历那灵里面在你们感觉的问题 所以这句话 民宿记六章二十六节 也提到 父子灵 在这里的分次跟供应 感谢主 阿们 所以呢 总括来讲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圣经 里面所提到的 这个父子灵 我们用问答 第一个 神有几位 神只有一位 阿们 然后我们来复习一下 一位 那你告诉我 为什么神只有一位 圣经怎么说呢 来读给我听吧 阿们 赶快 这个 复习一下 阿们 阿们 以你伟大 且行奇妙的神 居独你是神 阿们 所以你要说 如果说神只有一位 我告诉你 圣经里面至少有三个地方 说神只有一位 我一个是识别说 唯独你是神 然后呢 以色雅出说 好 第二个 阿们 第二个是 我是约翰皇 再没有别神 阿们 第二处经节 好第三处 换谁来讲呢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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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不用记那么长 就记那关键词就好了 他说 你告诉我 神为什么只有一位 我告诉你 至少神述圣经 一个在识别 几张几节 你有时候记不起来 没关系 就在圣经里面提到 唯独你是神 再来就是在以色雅书提到 我是耶和华 再没有别的神 好这样很容易记 第三处是 临前 哥林多前处 新约哦 刚是旧约 现在跟你讲新约 神只有一位 再没有别的神 就知道 神只有一位 那第二个人家问你 那神只有一位 那为什么你们讲说 圣子 圣子 圣父圣灵 我看到你的教堂里面画的 画 有一个耶稣定在十字架上 还有一个鸽子 然后上面还有一个爸爸 圣父在上面 看起来是三个 到底是三个还是一个 你要怎么讲 你要说神只有一位 但是有三方面的讲究 没有三位神 只有一位神 这样知道吗 好那为什么 这个有三位神 他说 有三个讲究呢 他是父 他是直 阿们 他是灵 阿们 对不对 好那这个就提到 然后为什么你是觉得说 他们三个是分开的吗 是不同的吗 好那你就会提到说 事实上他们三者乃是一 他们是从永远到永远 同时共存 互相内在 互相分离 阿们 因为里面有圣经有提到说 子就是父啊 好你告诉我 哪里 哪里说到子就是父 阿们 以赛亚书 有印函 再来为我们的生 他的名称为永远的父 子就是父 再来就是 子为什么是灵呢 末后的亚当成了 赐生命的灵 然后再来说 那神是 神跟灵有什么关系 神是灵 敬拜他的 要在灵 而真实的敬拜 所以子是父 子也是灵 然后呢 父也是灵 所以父子灵 就是一 这样很清楚 那感谢主 那再来就提到 那我们知道神只有一位 然后他有三方面的讲究 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阿们 你就要提哦 因为他将自己分次给我们 住在我们里面 给我们享受 阿们 那就是分次有关 那我们怎么享受他呢 就是口开 心开 灵开 口开就是呼求主名 心开呢 就是要爱他 然后呢 灵开就是要信他 阿们 感谢主 大概就是这几个部分 我们能够get到 感谢主 我们就 不是在道理上 研究三一神 事实上如果你去 这个神学院 这个三一神 可能你读了四年 都在读三一神 各种方式去读 很多的文献 但是呢 当你读完以后 很多人读完以后 就觉得神不可爱 因为很难懂 但是呢 我们很简单的 就是把这个菜 把它吃下来 就是最重要 你没有享受 这个神对我们来讲 就是客观的 当我们享受主了以后 神对我们来讲 就是主观的 就是我们今天的要点 不是在道理上 研究他 只要知道圣经的根据 在哪里就好了 然后我们最重要 是要好好地 享受他 这才是目的 阿们 好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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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我们 阿们 有没有问题 刚才我问你 帮你去问我 阿们 这个认识 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阿们 因为其实在人的宗教里头 他都是教导人要一步登天 一步登天的意思是什么 比如说 佛教来讲 他就是说你可以自己修行 就是你不需要这位神 就是你就失去了这个神 做神的这个源头 然后呢你也可以凭着自己 所以你就不需要指的救赎 但是呢 人这样子做 有没有办法达到呢 就是人有这样的道理 但是呢 没有这样的道路 所以今天我们认识 这位神是善意的 其实是跟我们的经历非常有关系的 为什么你会觉得说 我寻求神 但是我却寻找不到 这原因就是因为 这个撒旦的诡计就是叫我们 就是骗我们说我们可以靠自己 但是呢 这个我们今天所相信的 刚刚基督律一开始就提到 我们是根据启示来认识这位神 不是根据我们的理性 这个理性呢 这个是在我们的这个魂里面的 这个如果我们人的理性可以 让我们来这个得着这位神 那大家就不用在这里了 我们也不需要这个救恩 这个都是撒旦的诡计 对阿们 谢谢主 我想像那个亚林雍的姊妹 以前是寻求这个秘宗 亚林雍要不要来分享一点 他就是什么也都一直寻求 然后寻求到 秘宗 我们扶求到任何的宗教 但是一直找不到最终的答案 对阿们 然后最终在 圣经里面靠主人话 得到了 最大的奥秘 最大的阿拉 是 解决他所有的困扰 阿们 然后解决他所有的 感谢的答案 阿们 要跟他申请 您寻求到 阿们 阿们 感谢主 真是这样 感谢主 那我们也知道 那个佩云子妹也是一个 非常能干的妈妈 阿们 她做了一手好菜 阿们 所以刚刚基伦 你用最后讲 就是 你看神他有这三方面的讲究 他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叫我们把这些菜 统统把它享受 阿们 对阿们 所以我们 这个 今天 认识这一刻 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对阿们 对 就是这位神 神只有一位 但是呢 他却有三方面的讲究 是阿们 这个原因就是 为着我们来经历他 享受他 阿们 所以我们必须要 接着信 阿们 然后接着爱 接着呼求 阿们 阿们 你就能够享受这位 善一神 为我们所预备的一切丰富 阿们 所以我们最后要预备一首诗歌 好 我们有两首诗歌 第二首要可能要从未教我们唱 哈哈哈哈 可是我好像不议 这一首 我们有传在那个群组里 叫做祝福啦 感谢主 因为我们讲说我们享受神的丰富 我们自然而来 这个神就祝福我们 我们奏神的祝福 那我们要把这个祝福 把这样的三神在我们身上所赐的恩典 能够分次出去 所以呢 这首诗歌就是讲到彼此的祝福 好我们一起来读 我所亲爱的 愿神祝福你 使你平安喜乐 康壮有活力 愿基督的恩 父神的爱 圣灵的交口 与你同在 我所亲爱的 愿神祝福你 使你平安喜乐 康壮有活力 这个以前我们不是很常唱 所以我们来 这是有新的诗歌 我们常常看 练习一下 阿们 祝福 我所亲爱的 愿神祝福你 使你平安喜乐 康壮有活力 我们先学前两段 一起一起 因为我们一起学 我所亲爱的 愿神祝福你 使你平安喜乐 康壮有活力 好 再一次 我所亲爱的 愿神祝福你 使你平安喜乐 康壮有活力 好 听到副歌里面 不须便宜 祝福你平安喜乐 愿祝福你平安喜乐 我尽愛你 願神祝福你 是你平靈 愛其樂 光傳有光靈 我們前後應該已經稍微熟了 中間這一段比較不熟 願基督人這裡我們念念看 願基督的愛 福神的愛 生命的盡頭 再一次再一次 我們唱一下譜好了 首席拉手拉 保护拉心 圍奏拉手拉 圆圆基督的恩 父神的恩 生命的交通 与你同身 我們唱一次往上升 好,我們就從頭看上 我所親愛的 我所親愛的 願神祝福你 是你平安喜樂 皇上有活力 圆基督的恩 父神的恩 生命的交通 与你同身 我所親愛的 願神祝福你 是你平安喜樂 皇上有活力 再一次喔 我所親愛的 願神祝福你 是你平安喜樂 皇上有活力 願基督的恩 父神的愛 生命的交通 生命的交通 與你同身 我所親愛的 願神祝福你 是你平安喜樂 皇上有活力 皇上有活力 好,我們 感謝主 好,我們 我所親愛的 願神祝福你 使你平安喜樂 康壯有活力 願基督的恩 父神的愛 聖靈的交通 與你同在 感謝主 是最大的祝福 好,我們感謝主 感謝主 再次謝謝 感謝主 最後我們還是邀請大家一起合照一下 合照 要轉過來嗎? 對,我先把這個抽起來 轉過來照那邊還是照這邊